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body部分中的图像和链接两个语义标签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图像标签 图像标签是由img这样一个image缩写的一个单词来作为我们标签的一个意义 那么同样道理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html手册中我们一样的去搜索一下image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找到这个标签 然后我们点进去然后去看一下它里面有些什么常用的属性 好,我们来看一下image下面还是一样 我们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属性 有一个必须属性 然后还有一些可选属性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可选属性中很多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那么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html规范是要求html更多的表现为语义 而把所有的样式都尽量的往css中去尽量的去靠 所以说这样的话像比如说之前它有的一些什么对齐 边框等等这些属性的全部尽量的往在css中进行装修 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今后中尽量的 是在html中尽量不需要用太多的一种什么样式属性来去修饰它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image咱们怎么写 首先呢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段落 段落1的后面加上这样一个选项 那么在我们web store书写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直接写成image然后加table键 它会自动的把两个b选属性加进去 那么这两个b选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src代表的是我们图像的什么ul地址 当然这个地址呢可以是网络上的地址 也可以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本地下载好的图片 那么如果是网络地址呢 那么我们只需要跟注我们的什么 这个浏览器送的uil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大家可以下来再自己做一个尝试 那下面呢我们就用百度的这个图片 百度这个图片我们点右键 然后用图像认存为的方法 咱们把它存好 好那么存的方式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把它下好了 是一个百度logo.png的文件 那么一样的我们把它只需要什么呢 把它复制一下 Ctrl-C 然后呢我们还是复制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复制了稍微做一点点 那个工程化的思想 就是我们尽量呢把一类文件放到一个目录里头 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去在某一个目录下去寻找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好归纳我们的东西 对吧 就像收纳盒一样 对吧 好那么在我们的图片呢 一般来说习惯了之后在我们工程目录下呢 点右键我们新建一个什么目录 然后这个目录呢 我们一般起名字 看你个人习惯啊 有起img的 就是缩写 也有起什么呢 image的啊 或者imageS的啊 那么都可以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写啊 那么尽量呢 保证是我们图片的一个单词就可以 好点击OK 好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图片 一定要存到我们image里头啊 那么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的鼠标一定要在我们的image上啊 然后在我们的上面看到了 进入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按我们的Ctrl-V 然后呢点击OK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下面就有了我们什么 百度下滑线下的什么 logo1.png文件 好 那么接下来那么src其实只要跟了我们的这个目录 我们其实就能找到它 那你看我们怎么跟呢 那么我们应该是直接输入什么呢 好 把光标移到这来 好 我们输入i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有提示什么 我们看是哪一个什么 我们这个当前目录下的哪一个目录 看当前目录是指的是什么 在这个文件同级的目录下 你看是有img 然后qq.ico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文件的 这个是我们工程文件 这个我们不管 所以我们直接输入image回车 好 然后我们目录下面的文件什么呢 我们要用反斜线 反斜线来跟进 跟进过后 我们也是一样 只要输入我们图片的第一个字母 它也应该也会有提示 好 你看输完之后 它应该有提示 对不对 如果说假设有一天 有一次我们可能前面输错了 输成image 忘加s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 我再输反斜线的时候 然后我再输出b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webstorm是没有提示的 所以只要是没有提示的情况下 大家在输入的时候就一定要想 肯定是出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检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 建议大家尽量用什么呢 它的自动提示加回车键进行填写 而不是我们一个手动的 一个一个把它敲进去 好 image 那么如果像比如说这种 我们就敲一个e 你看它也会提示 对吧 好 然后回车 然后反斜线 然后一个b 再回车 好 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的图片 其实就已经在这个位置上 就会展现出来 好 那么展现出来过后 同样我用回车过后 那么这个时候光标 就会自动的放到下一个红色框 那么alt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alt的这个概念 它指的是什么 规定图像的替代文本 那么什么叫替代文本 就是如果没有图片 那么我们怎么 用这样的文字来替换 那么什么叫做没有图像 好 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好 我们这里写一个叫做 这是一个什么logo 好 那么回车 好 你看 image标签同样的 它需不需要去定义后面的内容 所以因为它也是个单标签 所以它只是在这个地方什么 放置了一个什么 放置了一个属性 或放置了一个内容 而真正的内容 像我们这个p标签中 去限制这里面内容的一个语意 它并没有起不到这种作用 所以说大家也要去image 是个单标签语言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演示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 你看 在我是一个段落2的前面 是不是出现了我的百度的图片 对不对 那么大家会发现 你看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段落和这个地方 虽然有回车键 大家注意 虽然有回车键 它是两行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图片 跟我们的内容 是不是还是挨在一起了 大家看 是不是图片 后面是不是马上是它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的图片会不会占用一行 并没有占用一行 看没有 并没有占用一行 然后 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是普通文字 所以它肯定挨着是普通文字 然后有一些人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回车 它没有回车呢 那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 在我们的html文件里面的 我们人为的输入回车 在我们浏览器中 我们会有把回车键当成真正的换行 不会 它只会把我们上节课中的时候 说的什么 br 这个标签当成什么浏览器的换行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哪怕输入很多很多的回车键 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来查看的效果是什么 你看 是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好 那么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再变一下 如果我没有回车键 没有回车键 那是不是就挨在一起了 对不对 挨在一起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记住这个现在的样子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是一个段落这个地方 其实会在往前面移了一个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HTML这个编辑界面中 输入的什么空格 或者是回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符号 其实对于我们的浏览器来说 它其实只是把它当成什么 一个符号 也就是你可以下来再试验一下 你把这个加很多回车 你看这个地方会不会空白很多 它仍然不会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在下来的时候 可以在自己做一个实验 来验证我们自己的想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ALT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现象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稍微变化一下 你看我们鼠标放上去 也都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好 同样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图片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百度图片 是不是大小不太一样 也就是百度本身这个图片是什么 是比较大 但是我们在百度 一下这个百度官方网站上看到的图片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缩小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怎么做到 我们后面来看 好 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属性 ALT属性怎么看呢 那这个属性一定要注意 它是指的是当这个图片 没有加载成功过后 那么这个时候 这句话就会怎么 就会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显示出来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什么 调试人员去使用的 比如说这个图片 那个什么被损坏了 那么这个时候浏览器是可能下载不了它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提示 然后我们调试人员就会知道 哪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然后我根据什么 这个提示信息 我是不是就知道哪一个图片 是不是出了问题 对吧 好 那我怎么让它出问题呢 这很简单 比如说你明明这个叫bdlog1.png 那我现在就换一个名字 123 好 那很显然是没有这个文件 对不对 而且没有文件 大家也会发现 Weberstone有个提示 你看 它是把这一段字符串标记了一下 就把它加深了一下 对不对 而且加深你看 我鼠标放上去过后 也会提示有一个什么 不能找到 或者不能解决到这个文件的一个什么 在哪里 对吧 好 当然我们现在目的 就是为了犯这个错误 好 我们现在再回车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 那么刷新 我也可以不需要每次按这个键 如果是Windows同学 你按F5就可以了 如果是Mark同学 你按一下Command加R键 好 你看 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图片 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经常上网的时候会看到 就比如网络不好的时候图片下载不了 然后后面我们看是不是一个框 然后一个破碎的一个图片的图标 对吧 然后后面可能是有个文字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logo 实际上是谁做的功能呢 就是ALT中来做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说我们说的一个现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image中的这是前两个必须的属性 一定会用到的 然后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个属性 再介绍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属性在我们的官方手册上没有写 但是它属于是我们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属性中都会用到的一个标准 那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叫什么呢 叫title 好 你看我说ti的时候其实这地方就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title跟我们前面说的标题又不太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 然后我说这是什么呢 我直接写成百度的logo 好 回车 我们保存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鼠标 鼠标停在这不动的时候 你看底下是不是就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标题出来了 就是有一个提示符叫百度的logo 对不对 那这种在什么情况下用的比较多呢 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图片点上去过后 然后你鼠标不动 然后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提示框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根据你们公司的要求是是否需要提示框 对吧 好 那title的属性其实主要目的是 鼠标停在这个标签上的位置的时候 是否需要一个什么提示 相当于是做成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好 那么我们image中的两个最重要属性和一个扩展属性 我们就介绍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来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图片现在呢 现在是假设说是已经是一个什么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想要的结果 是不相同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稍微小一点 那我怎么来调试呢 好 我们下期再见